西有琉璃瓦,今有身边人,欢迎收听琉璃故事会 我摘下手上的戒指递了出去,却没有一个人接 李修逸黑着脸看着我 他身旁的女孩有些无措地抓住了他的胳膊 我叹了口气,把戒指放在了一旁的桌上 我随手拉过一个人,好像是周家的小儿子,总喜欢跟在李修逸身后跑 他茫然地看着我 怎么了,姐,喝酒了吗?我问 没有,我把车钥匙扔给他 送我回家,好嘞,刚走两步,李修逸冲下来拉住了我 宋玲,你什么意思,我揉了揉太阳穴 因为一个新品细节被提前曝光 我们只能推倒重来,忙了一个通宵 早上开完早会我就去了临时,下午才回来 然后去给你拿礼物,本来是想跟你说生生日快乐就走的 我抬起手腕看了一眼时间,这时候八点,我十点还有一个会议 明天早上六点的飞机去巴黎 小少爷,我太累了,没有时间陪你玩 李修逸整个人都处于一种茫然无措的阶段 我是真的累,太阳穴像有钉子在钻 没再多说 我振脱开李修逸的束缚离开了 周家小少爷把我送到了家 下车的时候,我随手把准备送给李修逸的生日礼物给了他 一把车钥匙 李修逸想要这辆车很久了 为了买下,他我花了不少工夫 周家小少爷倒抽了一口凉气 给我了,我嗡了声,哪要是自己去车行去 谢谢姐,这一声倒是情真意切 姐,你是要跟李修逸分手吗 对,会取消婚约 如果有人愣起你,你也不用隐瞒 知道了姐 这次确实是李修逸做的不厚道 你早该给他一点教训了 我笑了笑,白白手让他离开 随即回了家 洗完澡,我强称的精神开完会 等到会议一结束,甚至不用缓冲 我倒在床上就睡了 等到第二天,匿数打开房门叫我起床 我整个人都是恍惚的 感觉自己根本没睡 只是闭了下眼睛 手机里满是未读消息和未接电话 有人好奇地询问我和李修逸是怎么回事 有人八卦我是不是要跟李修逸分手了 有人关心我的状态好不好 更多的是和周家小少爷一个态度 表示我确实应该给李修逸一个教训 所有人都觉得我只是在跟李修逸闹一闹 毕竟在他们眼里 宋灵爱惨的李修逸 已经爱得失去了底线 李修逸是我高中时情斗初开就喜欢的人 那时候他张扬的耀眼 谁都没有办法忽视 我也一样 于是我跟他告白了 李修逸 我能做你的女朋友吗 李修逸看着我 眼里带着漫不经心 第一名 我可不喜欢好学生 因为李修逸的一句不喜欢好学生 年少轻狂的我做了很多荒唐事 比如染发 比如打耳洞 比如纹身 比如陶克 比如泡疤 我开始和李修逸 私混在了一起 直到有一天 他带着一个白衣圣雪的女孩 出现在了我们面前 他说 介绍一下 我女朋友 我突然明白 他不是不喜欢好学生 他只是不喜欢我 李修逸不常情 却多情 他交过很多女朋友 后来到了大二 我跟他订了婚 跳过男女朋友的关系 我们直接成了未婚夫妻 这件事戳了他的痛点 他掐着我的脖子质问我 为了跟我在一起 你就这么不择手段 那你知不知道 我永远不会喜欢你 我那时候是怎么回答的 对了 想起来了 我对他说 没关系 我不需要你喜欢我 我只需要你跟我结婚 从大到现在 李修逸当我六年的未婚夫 这六年 他的荒唐事就没断过 他跟不同的女人暧昧交往 有时候我甚至会去帮他善后 而我每次只问他一句话 上床了吗 上床了又怎么样 没上床又怎么样 我告诉他 上床了你就自由了 可是他很奇怪 他身边阴阴阴无数 却从来没有碰过他们 不知道他在坚守什么 从巴黎回来已经是三天后 这三天我没有和李修逸有任何联系 但是圈子里的人却经常跟我报备他的行踪 比如那个他说要结婚的女人已经被他打发走了 比如他天天在酒吧里抛着 他们家老爷子都扬言要把他逐出家门了 再比如那辆我给了周家小少爷的车 被他用两倍的价格买了回去 而更让我惊讶的是 我下飞机后竟然看到了李修逸 即使戴着墨镜都没办法掩饰他脸上的苍白 他说 我爸让我接你去我们家吃饭 抱歉 我说 我还有事 没办法去 我会亲自打电话给李董道歉的 李修逸看着我 片刻后 他转身离开 只留下冷冰冰的一句随便你 我没在意 直接去车回家 我倒不是敷衍他 我是确实有事 爷爷给我打了电话 让我回家吃饭 嘴上说着吃饭 但实际上不过是回去听讯 听说你跟修逸闹了矛盾 他这是在给我台阶下 我却并没有领他的情 爷爷 我要跟李家退婚 爷爷沉下了脸 我允许你有脾气 毕竟我们宋家也不是任人欺负的 但我并没有同意让你退婚 爷爷 我要退婚 爷爷一拍桌子 跪下 我从善如流 在他面前跪了下去 你知道和李家退婚 我们会承受多少损失吗 我当然知道 从我们和李家订婚到现在已经六年了 六年的时间 我们和李家的合作已经日争完善 不说一容俱容 一损俱损 至少剥离开来也要脱一层皮 如果我能挽回这笔损失呢 爷爷冷静了下来 他的手在桌上轻轻地敲击着 那就等你挽回了再说 于是从老宅出来 我给我的对家发了条消息 陆总 要老婆不要 陆成是我们这一辈里 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 不管是谁 总会在人生的某个阶段 听到家里人说 你看看人家陆成 像他这样得志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精英 是不屑于和我们这些王库打交道的 我也是开始接受家族事业后才 和他有了交集 怎么说呢 强确实是强 但也不是不可战胜的 就像上个月 我和他同时投标一块地 我胜了 压着他的心理价位 险胜了他 这让我在圈子里得意至今 消息发过去 路程久久没有给我回复 到了晚上11点 他终于有了反应 垂死病中 惊作起 我抱着手机笑开了花 直接一个电话打了过去 陆总 忙着呢 陆成客气地笑了声 小宋总怎么有时间给我打电话 我直奔主题 我之前问陆总的问题 陆总有想法吗 陆成沉默了一会儿 老婆 我倒抽了一口凉气 这一声直冲天灵感啊 这么直接的吗 那我要不要回敬一声 就在我犹豫的时候 他又开口了 小宋总现在还兼致红娘 呼 还好嘴巴 没有脑子快 主要是陆总也到试婚的年纪 而我这边又有一个合适的人选 不知道陆总有没有想法 谁 我 死一般的安静 悄悄是别离的生肖 沉默是今晚的康强 等我拿起手机看了眼 通话结束 我当然是不可能那么容易放弃的 于是第二天早上 直接杀去了陆成公司 看到我 陆成取下眼镜 揉了揉眉心 小宋总有事 装失忆 于是我问 陆总真不考虑考虑跟我结婚 稳赚不赔的 陆成看着我 你来真的 你以为我昨天晚上是在开玩笑 不 我以为你喝醉了 好吧 我一脸真诚地看着他 那现在呢 要不要考虑考虑我 陆成打量着我 听说你和李秀易闹翻了 看来是真的 不过 我凭什么接盘 没有直接拒绝 那就是有的谈 水利新街的项目 我让利你半个点 路程扣了扣桌子 三个点 趁火打结 我不敢置信地看着他 一个点 三个点 一个半 不能再多了 三个点 我已经开始咬牙了 你不要太过分 最多两个点 成交 路程 钱多钱少无所谓 主要我乐于助人 不要脸 路程这边谈妥了 我就有了底气 去和李家谈判 于是我约了李秀易的爸爸见面 没想到他把李秀易也带来了 几天不见 他整个人愈发消沉 进包厢前 李秀易拉住了我的胳膊 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 什么 婚约是我们两个人的事 如果你想谈 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 我静静地看着李秀易 有时候我挺羡慕他的 到了现在 还是这样单纯 我开口 你错了 婚约从来都不是我们两个人的事 李秀易死死地盯着我 他手上力道加重 抓得我生疼 我和李秀易进去的时候 李董已经在主位上坐了下来 闲话了几句家常 他一脸和善地说 知道秀易人你生气了 今天我把他带来 要打要骂随便你 叔叔给你做主 我笑了下 今天冒昧请您出来 就是为了我和李家的婚事 李董 我有意解除这桩婚约 松快的氛围 瞬间凝固了下来 李秀易疼得站起身 他一字一句地说 我不同意 李董臣下脸 混账 坐下 李秀易迎上他爸的目光冷笑道 怎么 又要背着我做决定 当初订婚违背我的意愿 现在取消又要违背我的意愿 那我到底算什么 傀儡吗 李董一拍桌子 那你到底想要怎么样 订婚的时候你不同意 一折腾就是六年 这六年你让李家 宋家丢了多少脸 既然你不想取消婚约 那你到底在做什么 李秀易正了下 随即低下了头 李董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滚出去 李秀易走了 他不仅自己走 还带走了我 速度太快 抓起我就跑 跟私奔似的 我都没有反应过来 李秀易 你想干什么 李秀易手上力道加重 一言不发 我无奈挣扎 他却越抓越紧 你弄疼我了 我气急大吼 直接上手拍打他 李秀易仿佛这才回过神 他促然松开我 满眼无措 你 你没事吧 我欲结于心 我实在不知道 李秀易在闹什么 我一直以为退婚的阻力 只会是李家 李秀易说明还能帮我 没想到他竟然成了第一个懒怒虎 李秀易 你到底在干什么 你不是一直想退婚吗 现在顺了你的心意 你又在闹什么 听完我的质问 李秀易突兀地笑了 却比哭还难看 顺了我的心意 我的心意 在你们看来重要吗 你们做任何决定前 经过我的同意吗 我好像有点明白他的意思了 所以 你是觉得 退婚由我提出来 伤了你的面子 没问题 那你提 甚至我可以跟圈子里所有的人 说是你甩了我 说着我笑了下 其实也不用这么麻烦 上次你不是已经宣布 有结婚人选了吗 我们现在退婚 正好顺理成章 没了 什么 李秀易看着我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跟别人结婚 我沉默了几秒 但你总会跟别人结婚的 这是他生日宴 那天我突然想明白的 六年 我已经累了 而李秀却仿佛精力无限 还在折腾 那天宴会上的人 未必是他真的 想与之结婚的人 但他迟早 有一天会结婚 我这人吧 从来不喜欢被动 所以 我一定要早做打算 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上 我和李秀易 最终不欢而散 他只恶狠狠地留下一句话 宋玲 这次你说了不算 我说了当然不算 可是他说了也不算 这个东西是要谈的 在见李董之前 我已经带路程见了我爷爷 我们一起吃了顿饭 聊了几句家常 没有多说什么 懂得都懂 当晚爷爷就松了口 我老了 管不了你们年轻人的事了 你想做什么 就去做吧 这次我直接去了 李董的办公室 近处一个小时 婚约解除 我们约定明早八点 在各自的官网 公布取消婚约的消息 所以 你到底 给了李家什么好处 此时的路程 没了白天的精英模样 整个人透着一股懒劲 从李氏出来 我就给路程打了电话 想约他吃个饭 结果他直接让我去他家 本来我还有点犹豫 后来一想 这关系马上就不同了 矜持什么 结果我想多了 他就只是今天休息 懒得出门 他也没有什么待客之道 就煎了两块牛排 开了一瓶酒 不过还挺让人放松的 你想多了 我是那种忍辱负重的人吗 路程挑眉 一副愿闻其详的样子 我解释道 其实李家能拿捏我的 是并不多 这六年的时间里 谁也不是傻子 合作共赢罢了 唯独一剑就是清水湾 李家是资方爸爸 如果退婚 他们就会撤资 如果他们撤资 那块地就砸我手里了 他会拖断我手里的资金链 所以我急需寻找一个 有资金 有实力 有意愿的大冤种 不 大好人 路程择了声 别用这种眼神看我 我满头问号 他嫌弃地说 你这样让我觉得 自己向着大冤中 我心里一震 这人难道会独心 怎么会呢 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 路程冷笑 我讨好 你看我都以身相许了 路程慵懒地往后靠了靠 许 我脸红 不许耍流氓 眼见了九点半了 我和路程同时拿出了手机 明天就要公布消息了 你说趁着美股开盘 我做空理事 是不是有点不厚道 路程短促地笑了声 没理我 我好奇地看他 你在干嘛 看到他手机上见面 我撕了声 你再不厚道 路程抬眼 彼此彼此 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 你都买了谁 路程 当然是李家和宋家 我想掐人中 最后只弱弱地补了句 少买点 别把我家拉爆了 第二天 解除婚约的消息 如约而至 网民爆了 圈子里的人也爆了 一波波人给我打电话 发消息 询问我到底怎么回事 烦不胜烦地 我在朋友圈发了四个字 已分 误扰 没办法 太忙了 还有一帮董事会的人 要安抚 结果李修逸 直接冲进了会议室 助理很无奈 他向我比了个嘴形 拦不住 李修逸的状态不太好 我甚至可以看到 他眼中的血丝 仿佛气疯了 你先去我办公室 开完会我跟你谈 李修逸一声冷笑 宋玲 你狠 你真狠 当初是你说你喜欢我 是你追在我身后 跑了这么多年 是你非要跟我结婚 是你 怕 我一文件夹摔在桌上 打断了他的话 彭瑶 你来继续会议 好的 宋总 我看了李修逸一眼 走出了会议室 他跟在我身后 进了我的办公室 怎么 现在觉得丢人了 宋玲 这一切都是你自己 就由自取 我没有要求过你 也没有逼过你 是你一直在逼我 我冷冷地看着李修逸 等到他说完 我开口 确实挺丢人的 但丢的不是我的人 是你李家的人 李修逸死死地瞪着我 仿佛想把我生吞活泼了 李修逸 这不是你第一次 擅闯我的会议室 却是最后一次 再有下次 我会让保安把你请出去 李修逸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成年人有成年人的游戏规则 不是所有的地方 你想来就能来 想走就能走的 李修逸仿佛受了莫大的打击 他的脸色一瞬间苍白了下来 他难难道 是你说你喜欢我的 宋玲 你不可以这样 看着这样的李修逸 我有一些无力 李修逸 你能清醒点吗 是 我说过我喜欢你 但那都已经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我第一次说我喜欢他在高中 我最后一次说我喜欢他 也在高中 当年我们17岁 现在我们的26岁 已经快十年了 十年的时间 我的兴趣爱好 吃饭口味 穿衣风格 全部天差地别 我早就忘了 十年前的喜欢是什么感觉了 而且 我喜欢你这件事 对你而言重要吗 李修逸亮枪的后退两步 你早就不喜欢我了 是啊 你早就不喜欢我了 这么多年 我做了这么多事 你反应平淡 可有可无 即使我和别人接吻 你也可以当做没看见 事后还能警告那些人 不准把照片传出去 我一步步试探你的底线 可你对我根本没有底线 只要不上床就可以 只要不上床就可以 所有人都觉得你爱惨了我 可只有我知道 你根本不爱我 李修逸低吼 凭什么 凭什么你说爱就爱 说不爱就不爱 凭什么你说订婚就订婚 说取消就取消 宋玲 你凭什么 我有些愣住了 脱口而出 凭我现在有这个能力 同时 我也意识到了不对 李修逸 你不会喜欢我吧 李修逸瞬间紧绷 几乎是肌肉反应的想反驳 但被他自己克制住了 我感觉有些荒唐 李修逸 谁教你这么去喜欢人的 李修逸仿佛看到了希望 我不知道怎么去喜欢一个人 这么多年是我错了 我改 我们不解除婚约 好不好 他是第一次这样 语气卑微地跟我说话 但其实没必要 李修逸 我这些年变化的 还有我的择偶标准 年少时我喜欢帅气叛逆的 可是现在 我喜欢能跟我比肩的 你不合格 李修逸从来不符合我的 择偶标准 但是李家符合 我曾经想着 李修逸费一点就费一点吧 只要不给我添麻烦就行了 可是这么多年的事实证明 它就是个麻烦 陆成给我打来电话 前卫婚夫还在纠缠 我好笑 陆总消息挺灵通啊 陆成冷笑 不是我消息灵通 是你前卫婚夫闹出的阵量太大 我很头疼 这一口一个前卫婚夫的 怎么听得有点酸 不过我可不会觉得他在吃醋 我和陆成是一类人 如果他那边闹出这样的阵仗 我也是会不高兴的 只此一次 下不为例 陆成恩了声 挂断电话 我让助理告诉前台 以后李修逸过来要预约 忙了一天 终于把董事会安抚下来了 到了下班的时候 竟然又接到了陆成的电话 他的语气有些微妙 你们前台让我预约 我是感觉好像忘了什么 不 这不是重点 你来了 陆成没有说话 我瞬间明白 你把电话给前台 解决完了陆成这边的事 我又交代助理 以后陆成来了不用来 直接让他上来 陆成 陆总 助理一脸惊恶 我点了点头 他默默地冲我竖了个大拇指 我很无语 陆成来了 不是空手来的 还给我带了晚餐 我确实饿了 可这分量也太多了 于是我委婉地表达了 自己的饭量其实不大 陆成很无语 我就不能一起吃 烦人 我和陆成就在办公室里挪了个地儿 我们一边吃 一边谈着清水湾的事 毕竟他以后就掐着我的命脉了 总要对他开诚不共 等到谈完 肚子也饱了 我问陆成 你总不会是专门过来 给我送晚饭的吧 陆成扬了下眉 我已经见了你爷爷 你准备什么时候跟我回去见我爸妈 我被他突如其来的话 下了一口水卡在了喉咙 进也不是 出也不是 最后呛得咳了起来 陆成审视地看着我 你不会想要心目杀驴吧 我忍着咳嗽连忙说 怎么 怎么可能 陆成这才善心 大发帮我顺背 他哼了声 出息 好半天 我终于平复了下来 我很无奈 说实话 我没有和长辈相处的成功经验 我父母早亡 从小是爷爷带大了 我爷爷这人吧 重力 他培养我就是为了培养继承人 所以我跟他的相处 一直是从利益出发 死害利益就会挨打 感情什么的不重要 公事公办吧 可是陆成的父母不一样 因为和我有利益联系的是陆成 不是他的父母 一时间让我有些惆怅 陆成却毫不在意 这要什么经验 投其所好就行了 我爸爱茶 我妈爱美 我深吸一口气 什么时候 下周末 行 我知道了 陆成皱着没看着我 怎么了 我问 他弹了我一个脑瓜瓣 别搞得好像是要慷慨赴死 我在呢 和陆成的相处 是很让人舒服的 他是一个能给我帮助 甚至能带领我的人 他懂分寸 知进退 任何时候 都不会让你感觉被冒犯 而且自从和他在一起后 我的钱越赚越多了 你不会是我的财神爷吧 陆成笑着说 你招财尽宝的能力也不错 我满意地伸出手 合作愉快 陆成配合着跟我握了握手 合作愉快 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李修逸了 就在我几乎快要 把他淡忘的时候 他一身狼狈找到我 最近他很疯 飙车的地方越来越危险 在酒吧待的时间越来越晚 我每天总能 在朋友圈看到各种的灯红酒绿 甚至还接到过几个电话 说李修逸怎么都不肯离开 非要我去 他们让我看在曾经的交情上去 劝一劝李修逸 这样的人大多被我拉黑了 慢慢地也就消停了下来 我没想到他会堵到我家门口 他站在门边 手里还捏着一瓶酒 整个人仿佛失去了所有活力 死气沉沉的 我就当没看见 开门准备进去 李修逸拉住我的手 我低声呵斥 李修逸放开 李修逸的手颤抖着 就在我犹豫要不要报警的时候 他松开了 我松了口气 关门之际 李修逸开口了 我都知道了 我愣了下 什么 他抬起头看着我 眼中好像带着泪光 他连嘴唇都在颤抖 他说 我爸告诉我了 当初如果不是你选择跟我订婚 他早就把他的私生子借回家了 李修逸抬起胳膊遮住了眼睛 他竟然有私生子 就比我小两岁 而我一直不知道 在我们取消婚约的第二天 他就让他进了公司 我不知道 前不久 他转让了2%的股份给他 我还是不知道 直到昨天 他把他领回了家 他说那是我弟 让我跟他好好相处 怎么可能 他是不是疯了 我把他的私生子打进了医院 他说要不是你 他早就换了我这些继承人 李修逸放下胳膊 他的眼眶是红的 他问我 宋玲 我是不是很失败 我淡淡地开口 对 很失败 李修逸惨淡一笑 你果然讨厌我 连一丝安慰都不肯给我 他一个罪鬼 我并不想跟他讲道理 李修逸后退两步 靠在墙上 他喃喃道 我似乎总是被抛下的那个 小时候我和他对抗 和他逆着来 我以为我 只要不按他说的做 就可以让他难受 我以为我放纵自己 是对他的惩罚 可他早就放弃了我 开始培养其他的继承人 还有你 李修逸四哭四笑地看着我 我还在想方设法 怎么让你更重视我一些 可是你早就不喜欢我了 只有我在原地打转 你们早就往前走了 你们都在往前走 只有我一个人留在原地 你们所有人都抛弃了我 你们都不要我了 没有一个人等等我 你们都没等我 几句车咕噜话 他翻来覆去地说着 完全陷入到了自己的情绪里 我给他最好的朋友打了电话 没多久 他就开着跑车过来了 看着我 他叹了口气 你说你们这是什么孽缘 我笑了笑没说话 真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 我摇摇头 你都说是孽缘了 他咬牙 恨恨地扶起李修逸 我就知道他会后悔 该李修逸的事 让我探晚了一把青春 但除此之外 并没有对我造成多大的影响 反倒是路程父母的事 让我犯了难 路程母亲爱美 但买化妆品 护肤品肯定是不可能的 最后我选了一条钻石项链 女人致死爱钻石 至于路程的父亲 那要送的肯定是茶叶了 我有几个选项 准备让爷爷帮忙做个决定 可是爷爷看完后 就给了我四个字 小家子气 我很无奈 已经够贵了 爷爷哼了声 等着 没一会儿他拿出了一瓶茶 拿这个去 我看着简陋的包装 您是想让我被扫地出门 爷爷发了白眼 狗眼不识泰山 我这一个购买你手上的十个 真的假的 滚 最后我还是拿了 毕竟 不拿白不拿 临走前爷爷叮嘱我 去别人家好好说话 长辈说话你就听着 别杠 我挺无语的 我想反问他 我什么时候杠了 可是这样一说 又好像真的在杠 最后只能憋屈地闭了嘴 很快就到了周末 陆成开车过来接我 一路上 我像锯了嘴的葫芦 车里的空气 安静地让人窒息 突然 陆成握住了我的手 干什么 给你一点温暖 怕你还没到就吓死了 我迟疑地看着他 你确定不是在趁机占我便宜 陆成一声冷笑 不是我该站的 该 你该 陆家的氛围比我想象没有融洽 陆成爸爸做的饭味道很好 陆成妈妈似乎只负责貌美如花 不过他确实漂亮 毕竟他曾经是演员 我的礼物他们很喜欢 尤其是陆成妈妈 当场就把项链戴了起来 只是后面的聊天方向有点迷 陆成爸爸问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结婚 陆成看向我 你准备什么时候结婚 我真想给他的大鼻斗 有他这么祸水冻饮的吗 于是我说 看陆成 我听他的 陆成看向我 我冲他挑挑眉 结果他说 我的想法是月底把证明了 年底办婚礼 我呆了 陆成的妈妈很开心 兴奋地拉着我们聊起了婚礼策划 直到离开我都感觉云里雾绕 果然还是谈钱容易 陆成把我送了回去 下车后他一脸严肃 他说 我今天说的话是认真的 你可以回去考虑考虑 考虑什么 月底领证 年底结婚 陆成说 我是生意人 所以我得给我们的合作加个码 晚上躺在床上 我开始思考结婚的事 我权衡利弊 分析得失 把自己陷入到了两难的境地 可是喝了杯水 我突然顿悟了 陆成好像给了我一个伪命题 我原本就是笨着跟他结婚去的 或早或晚是个问题吗 显然不是 于是我给他发了一条消息 陆成 你真烦人 陆成回来的问号 我没理他 开开心心地睡觉了 等到第二天 我跟他说 约个时间去领证吧 陆成看着我 你确定 我疑惑 我们本来不就是奔着结婚去的吗 陆成点点头 真心诚意地说 宋总牛逼 直到很多年后 我们的女儿都出生了 陆成才告诉我 那时候他想着 女孩都是喜欢浪漫的 所以他已经开始准备求婚现场了 只是宋总牛逼 浪漫过敏 所以你就放弃了 是啊 陆总脸皮薄 怕被宋总嘲笑 我和陆成约定的领证日期是三天后 因为那一天 陆成会正式注资清水湾 到时候 我们再把正义晒出来 那就是 Win Win 股市绝对一片中国红 今天李家那边会派人过来 跟我们谈后续合作 让我没想到的是 来的人竟然是李修益 惊讶了两秒 我连忙起身跟他握手 李总 幸会 李修益看着我 他抓着我的手 力道有些重 过了好几秒才放开 他说 宋总 幸会 没有多寒暄 我们直接进入正题 让我没想到的是 李修益这边 没有趁机提任何条件 所有的合同 都遵照之前的 他说 宋总放心 我们的是 不会影响两家的合作 不知道李修益 是不是在里面做了什么 不过 不重要 毕竟有便宜 不战王八蛋 于是我们很爽快地 签订了合同 宋总 我能请你吃个饭吗 当然 既然李修益 决定参与公司的事 以后我们打交道的机会 就不会少 躲不了就上 宋总没怕的 李修益选的地方 我常去 跟他倒是第一次 他点了菜 基本都是我爱吃的 而我就当不知道 我举杯 今天谢谢李总盛情款待 希望我们以后合作愉快 李修益苦笑地看着我 我们需要这么生分吗 没有了婚约 我们难道连朋友都做不成 多个朋友多条路 我放下酒杯 当然可以 李修益却愣住了 他的脸色不太好 你真的对我一点 感情都没有了吗 我有些头疼 以前万花从中国 怎么没有看出 他是恋爱呢 李修益 你既然去了公司 就好好干 别想那些乱七八糟的 李修益一顺不顺地看着我 如果我好好干 你能再给我一个机会吗 我有些茫然 什么机会 李修益说 宋玲 我不会放弃你的 我心里复杂 我该怎么委婉地告诉他 我已经马上要结婚了呢 李修益 你可以去做任何事 但别为我 我不为别人的人生买单 所以这么多年你 从来没有劝过我 我想做什么都是我的事 跟你无关 一旦我做的事突破了你的底线 你就会把我一脚踹掉 对吗 李修益的情绪激动了起来 我看着他 所以你是在怪我吗 李修益眼神一慌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揉了揉太阳穴 李修益 我比你小一岁 我这一路 是我自己摸爬滚打摔出来的 我甚至都不能确定 我走的路就一定是对的 我凭什么为你的人生 出谋划策 还是那句话 你可以去做任何事 但别拉上我 我不为你的人生买单 我起身想走 李修益伸手要拦 包厢的门就在这时候被推开了 路程走了进来 我听经理说你过来了 我上前挽住他的胳膊 介绍一下 路程 我丈夫 不过李修益 争冲过后惨白的脸色 我拉着路程离开了 怎么 利用我 怎么 你不是 我是吗 法律承认了吗 那我提前行使一下妻子的权利 不可以吗 路程低笑一声牵住我的手 当然可以 路太太 李修益似乎被我刺激狠了 她不过场合地拉住我 你别这样 宋玲 你别这样对我 你骗我的对不对 我在报复我 对不对 她看着我的眼神里满是祈求 还没等我反应 路程一把拉过我 将我挡在了身后 李少 自重 滚开 李修益低吼 她目自欲裂 把宋玲还给我 路程笑了下 李少 你们已经取消婚约了 李修益一拳打向路程 这是我和宋玲之间的事 跟你无关 我万万没想到她会动手 到抽了一口凉气 刚想去拉路程 她已经侧身躲过 并一个反简将李修益 按在了墙上 你没事吧 我担心的打亮着路程 原本看着我的李修益 此刻眼中的光熄灭了 我也上了火 李修益 这样真的挺没意思的 我不管你是真的后悔 还是假的后悔 现在我们已经取消了婚约 那就麻烦你把自己的情绪 咬碎了牙齿 合着血吞下去 别再招惹我 我和路程下了 低下停车场 上车前 她突然拉住我 怎么了 她眼中含笑地看着我 宋总挺酷 我发现我有点喜欢你了 我挑眉 就一点 路程 那多一点 我抬手挣了挣她的衣金 宋总批准了 我们有合作 我们会结婚 搞不好还会在一起一辈子 我并不介意和路程发展感情 两天后 我和路程起了个大早 我们赶到民政局 助理已经帮我们领了号 我们肩抵着肩 头碰着头 拍了一张登记照 说实话 那一刻的心跳有点加速 我们用最快的速度领了证 随即赶回公司 路程正式注资 随后官网挂上了合作方和我们的结婚证 路先生 新婚快乐 合作愉快 陆太太 新婚快乐 合作愉快 领证后 我和路程就搬到了一起 我们选了她名下的一套房产 离我们工作的地方都近 我们很契合 不管是在工作上 还是在生活上 这让我的生活 渐渐地滋润了起来 春风得意的 我开始拓展事业版图 什么赚钱的行当 我都想掺和一下 没办法 身后有靠山的人 就是狂 渐渐地 我和路程被冠以了敛财夫妇的称号 对此我欣然接受 我已经很久没有关注李修益的消息了 等我再一次听说的时候 她已经被人遣送出了国 这让我挺好奇的 她爸确实对她有失望 她爸培养私生子 一方面是给自己留一条退路 但更多的是想给李修益施压 黏鱼效应 困兽之斗 那些觉得自家有皇位要继承的人 总喜欢玩这样的把戏 比如李修益的爸爸 比如我爷爷 但真要说彻底放弃 还不至于 尤其李修益 现在已经开始干正事了 所以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有问题 找陆总 陆总轻描淡写地说 他想跟我鱼死网破 被他爸发现了 怎么鱼死网破 李修益的想法很简单 那就是抢生意 不计成本 不论收益 生抢 可他在公司 根本没有话语权 他刚把指令颁布下去 就被他爸知道了 两个人之间 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李修益扬言 他不会让路程好过 这样的意气用事 让他爸爸彻底失望 为了避免他惹事 就直接把他遣送出了国 你怎么都不告诉我 陆总瞟了我一眼 告诉你什么 说你的前未婚夫爱美人 不爱江山 我闲得慌 陆总当然不闲 陆总很忙的 既要忙生意 又要准备年底的婚礼 我的意思是 外包出去 接受赞助 一听我这么说 路程就烦 我还要说他就吻我 吻到最后 我就记不得我要说什么了 后来那场婚礼 被路程安排得很盛大 他让我经历了一场 如梦似幻 李修益也来了 他盛装出席 仿佛是来抢亲的 不过他什么都没有做 静静地坐在那 静静地离开 后来路程吻了我 他说 陆太太往后余生 请多指教 请多指教